周敦儀的家徒 因為我們說周敦儀的家徒 她也是北宋時期的人 她是北宋時期的人 她是一個很有名的思想家和理學家 思想家的名詞有一個深層次的解釋 我們中國也有很多思想家 例如孔子那些名字 當然我還沒拿到一些資料 有很多思想家 思想家 政治家 或者軍事學家 那些很多名詞 思想家當然是說思想 即是說我們想的東西 為何成家呢 成家是一個很高深的層次 即是她所想的東西 所想的東西 對於人世間來說 是否有好處呢 有甚麼思想是能夠令到人類社會是好的呢 是否值得去學她 或者去研究她的思想 這個就是一個專門一點的層次 做理學家 理學家 理學家就是 應該來講現代的那些物理 即是物理 或者屬於科學 或者哲學那類 她都是很有水平的 就是這樣解釋 為人灑脫 先鋒 渡骨 生平 就好愛蓮花 我們這裏講的都是愛蓮花的 所以她這個人就是很有水平 很高學問 還有很有理想 為何她又用蓮花來比喻自己呢 因為我們前面都學過很多是 因為朝廷是 比如朝廷是個王大是不好的 是沒有那麼好的 或者給那些殘臣就是和大家玩在一起的 變了那個政治就是很多黑暗 不好的事情 所以當時在朝廷做事那些有學問的人來講 那些正直的 好像周敦儀那樣 但是她自己給了蓮花給了 她自己是君子 她是君子 因為她不喜歡 還有那些殘臣 不是真是為人民好的 不是為朝廷好的 只是怎樣去來本城皇帝 她是誰呀 投其所好 說她是否對人民有好處 收多一些賦稅 享樂那樣 那些殘臣又得益那樣 但是她很多以前我們都學過 很多以前我們都學過 好像那個什麼 劉七銘 劉七銘 都是這樣說 都比喻她是不同朝廷那些 這樣的殘臣又玩在一起的 要自己保持自己 清高的人格 君子的思想 風度 人格 去有別於那些不好的殘臣 只是謀取自己的私利 她想劃清界線 所以很多 待會兒我們再介紹一首 都是有這樣的作用 所以她現在這個作者 將自己比作蓮花 在烏泥之中 那些殘神 不好的那些官 因為自己謀私利那些官 等於一些衣泥 那樣 骯髒 骯髒的 連在那個環境中不尖艷 即是被作者在這個環境中 不會尖艷那些不好的 那些朝廷那些官 甚至是那些不是那麼好的 分庸的皇帝 因為皇帝來說 還不是每個人都那麼聰明 都那麼懂得對人民好 很多因為他一直這樣 父傳子 即使他的兒子 多無財幹都好 如果他只有一個兒子 他都要傳給他的 所以搞到朝廷 很多時候都很呼煙瘴氣 那些殘神更加是乘機 皇帝都跟我們玩的 我們聽過有一個 叫做食肉非竹 為什麼食肉非竹呢 這個皇帝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晉朝的 西陣那個 晉為大 那是天汗 天汗的百姓很慘 沒有飯吃 餓死很多 餓死很多 餓死 其他人都快餓死了 皇帝 他一聽說 哎呀 很簡單而已 沒有飯吃就吃肉非竹 什麼叫肉非竹呢 肉非竹即是 剁爛些肉 煮些粥 然後放進去 他說 肉非竹好吃的 我也是這樣吃 是不是很王居嗎 他有錢買肉 沒有錢買米 他買都沒有錢買 是不是 唉 之前就是這樣了 所以 這麼多的那些文人 有理想的 人格高上的 都經常都想說 用一些英文來比擬自己 人格是怎樣清高的 好像比擬的蓮花 是君子 所以我才愛一些蓮花 大意就是這樣了 至於他的 當然了 他的藝術水平 作者的技巧 當然是非常嚴謹 還有這百多字已經說出 有這麼多深層次的理想 意義在這裏 至於 我都講過 無論詩也好 詞也好 是有一定的格式 有一定格式 好像五元 七元 這樣 詞也是有一個格式的 好像這一首應該是… 我看一看 它不知是屬於詞還是負 詩字的負 因為我不懂格式的那些 這一個 待會我們講另外一個 就是 詞是那首詞來的 詞就是 格式的詞是有一個詞牌 你用到它的名字 那些字句一定是這樣的格式 不可以說 你好似喜歡你自己寫什麼 連這樣填下去 是不行的 一定是詞是有一個格式的 所以這個研究它的水平 作法 應該是三層次去另外有得討論的 我也帶過一本書回來 叫做《詩詞子要》 即是開頭那時都拍給大家看過 那本書是專門講的 專門講的那些詞和詞 是怎樣發展下來的 到哪個年代就盛行 它的格式是怎樣 什麼叫做五人絕句 穩律 什麼那些 是專門講的 所以要專門去研究 我也沒有這麼多的精神去看整本書來的 去來講的那些 還有我們普通道者來講 現在入門 對於詞和詞來講 我介紹 大家都是入門來學 來知道 讀多些 讀多些 介紹一下 到我們有高水平一點的時候 或者那些觀眾之中有 很高水平的也不一定 是吧 不過幸好 大家來聽聽 希望是有 我不會去研究他的作法怎樣 他哪一句又是怎樣 怎樣 現在的階段來說 我未有水平講過這些 只是了解他的內容 他的含意 怎樣去比擬自己 是一個君子 用蓮花來比擬 這樣 我就是介紹到這裏